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th学院推出的 Android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次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在开始本次视频课程之前 首先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硕士毕业于同济大学 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 曾就职于阿里巴巴、STC、联想 第一任软件工程师、高级软件工程师 Team Leader、项目经理、技术主管 以及技术培训讲师 目前就职于联想集团教育与培训事业部 担任移动互联网技术主管 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培训讲师 擅长的技术包括Java、Android、Swift、IOS和G2E 这是我之前参与过的一些项目 这是我拿到的一些国际认证 其中包括上公司被Oracle公司收购之前 两个关于Java的认证 还有两个美国敏捷项目联盟 关于Scroman的认证 最后一个是美国项目管理协会 认证的项目管理专家 最后是我的一些培训经历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优势和特色 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一个优势和特色是 基于最新的Android 5.0版本 在我们录制这套视频课程的时候 正好是Google公司 开始向所有的Nexus系列的设备 推送Android 5.0的镜像 因此 在这套视频课程中 我们所有的实力程序 都会基于Android 5.0版本 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二个优势和特色是 使用Desk Scribble这款软件 来模拟学校或公司中的黑板或白板 同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圈点 大家看到了我屏幕左上方的这款软件 就是Desk Scribble 我可以新建一块白板 也可以新建一块黑板 然后在上面写写画画 所以在接下来的讲解过程中 我会使用这款软件 来新建白板或黑板 同时对重要知识点进行圈点 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第三个优势和特色是 为了保证这套视频课程 有清晰的音质 我使用了专业的铁三角电容麦克风 对视频进行录制 这套视频课程的第四个优势和特色是 每个视频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 方便大家碎片化学习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 那么你在食堂打饭的时候 就可以收看一个安卓的高级UI空间的视频 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 那么你在挤公交挤地铁的时候 也可以观看一个安卓的高级UI空间的视频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套视频课程的课程大纲 在大家看到的这张图中 我总共给大家列出了20多个安卓的常见的高级UI空间 其中包含与下拉刷新相关的空间 常见的绘制图形的A Chart Engine空间 测华菜单Slighting Menu空间 还有与卡片效果相关的空间 还有ViewPager Action Bar等常见的安卓的高级UI空间 当然随着安卓的5.0版本的推出 由于在安卓的5.0版本中肯定会加入一些新的空间 所以随着这套视频课程的录制 我也会把安卓的5.0中新加入的空间 随着课程的讲解补充进去 所以敬请大家期待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安卓的高级UI空间的学习思路 在平时学习或工作的过程中 如果你发现某个商业APP中的某个效果比较炫 想在自己开发的APP中也实现这样的效果 比如说下拉刷新这种效果 那么你该如何去实现呢 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们说遇到问题时 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重要 好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我想在自己开发的APP中 实现某个效果 但是我之前又从来没有实现过这种效果 那么我会从以下四个方面去思考 首先我会去想 有没有实现此UI的系统空间 也就是说 系统有没有给我们提供实现此UI的空间 如果有 那是最好不过了 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 或者说 如果有类似的系统空间 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 我们可以再去考虑 有没有实现此UI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大家知道 在GitHub上 有很多开源的第三方空间 其中的很多空间 已经被很多商业的APP所广泛使用 因此 如果在GitHub上 有这样的通用第三方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如果说没有这样的第三方空间 或者说 如果有类似的第三方空间 但是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需要 那我们可以再去考虑 是不是可以找一个跟我们的需求 接近的第三方空间 然后去修改它的原代码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如果没有这样的第三方空间 也就是说 没有跟我们想要的效果 接近的通用的第三方空间 或者说如果有 但是修改它的原代码的难度比较大 那么我们可以再去考虑 是不是可以自定义空间来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呢 当然不管你想要实现什么样的效果 从理论上来讲 都是可以通过自定义空间的方式来实现的 好 以上四点 就是给大家介绍的 当你在实现某一个UI效果的时候 可以去考虑的这四个步骤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于这四个步骤的每一步在具体实操的时候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好 先来看 第一个问题 当你去思考有没有实现此UI的系统空间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这四个小步去具体的实操 首先 你要去思考如何搜索定位 也就是说 你如何才能够找到 有没有实现此UI的系统空间呢 有的学员可能直接想到了Google搜索引擎 但是 我建议大家 先到官方文档中寻找答案 我们说 官方文档是最好的学习Android的资料 所以遇到问题 先到官方文档中去寻找答案 当然 在使用Google搜索引擎的时候 国内可能经常登录不上去 建议大家为了学习的需要 购买一些VPN的服务 在搜索定位之后 也就是说在你找到了某个实现UI的系统空间的时候 你可以通过阅读文档来对此系统空间有进一步的了解 这里也是强烈建议大家先阅读官方文档 然后再去阅读Google上的一些文章 大家知道 Google搜索引擎上的很多文章 都是很多网友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写的一些总结 难免会有错误之处 因此强烈建议大家先去阅读英文的官方文档 然后再结合Google上很多网友写的文章 这样两者结合起来 就效果就比较好了 在阅读完某个系统空间的相关文章之后 大家就要总结出这个系统空间的使用要点 比如说用到了哪些布局文件 继承了哪些类 实现了哪些接口 以及具体的步骤 这些都要总结出来 在第四步的时候 就可以编写一些demo 来验证你总结的这些步骤 以及通过这个demo的运行效果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个系统空间 最终的运行效果 就是你想要的效果 同样在你去思考 有没有实现此UI的通用第三方空间的时候 也可以从上面介绍的四小步去具体的实操 在你去思考 是不是可以修改通用的第三方空间 来实现我想要的UI效果时 这个时候就要涉及到阅读第三方空间的原代码了 在阅读原代码的时候 建议大家首先找到入口 然后顺藤摸瓜 其次理清整个原代码的系统架构 最后就只能通过自定义空间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了 在自定义空间的时候 我想你也没有必要完全从头开始自己写代码 你可以首先去参考一下系统空间的实现源码 也就是说某些系统空间或许跟你想要的效果比较相似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参考一下这个系统空间 它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的 它是系统如何自定义这样的空间 比如说系统提供的空间也是相当于说系统自定义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阅读这些系统空间的原代码 当然这需要你先把整个安卓的系统的原代码下载下来 然后到对应的目录下面去找到这个空间的原代码 其次大家可以参考一些通用第三方空间的实现源码 总之在你自定义空间的时候 也要去参考一下别人是如何实现的 这样对你自定义空间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从下集课开始 我们就正式进入到Android的高级UI空间的学习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集课再见 谢谢大家观看